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怎么还没睡 想来到瓜里又在想什么呢 熬夜可是会变丑的哦 那这样吧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条小河里住着一只蓝色的小鱼 它一直想去看看神秘而宽广的大海 那个对它来说未知的世界 于是它鼓足勇气 使劲地游呀游呀游呀游 途中遇到了恐怖的闪电 巨大的暴风雨 凶猛的鲨鱼 还差点迷了路 但是小鱼呢 它没有放弃 低着头咬着牙使劲地往前冲 终于在暴风雨后 看到了它一直向往的那道曙光 希望就在前方 那小鱼最后 到底有没有到达它心心念念的大海呢 你先睡觉 下次我再告诉你 青春制作人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花开半夏的子鱼 也是想成长成大海里的大鱼 青春制作人 请给我力量吧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十一分 我想分享一首歌 它的名字叫 《我和笔记宝的朋友们》 因为这首歌非常适合在洗澡的时候听 它的旋律非常的轻松愉快 会让你所有的不开心和烦恼 在洗澡的时候跟着泡泡一起消散 大家好 我是沈腾 我是杨婷 我是卢瑟 我是高杨 我是隔壁老樊 樊凯杰 我是参加 听说花开半夏的五位训练生 子鱼 郑辛源 黎明旭 韩瑞泽 万宇辰 要去参加青春游民三老 祝他们在节目中有出色的表现 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 一定要展示出自己的专属魅力 花开少年们 不要怕 大胆往前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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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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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E